天天的熊水 我本來講的關門的是什麼 綠巨人 那是不是奧古人 你們兩個都林華星 當作林務局局長 因為他們兩個什麼都不能談 所以只能談螢蟲 不是 只能談螢蟲什麼話 他們兩個談螢蟲很厲害 他說要做一個計畫 叫做綠巨網 從山上到海邊連下 成這個網格狀 那有些地方 人家可能不像中間的 他的民法水田這些 這樣也呼籲跟景觀 能夠這個放在裡面的話 如果那個綠巨人 林華星他那個 idea 可行的話 會不會在台灣久不見到 更多的螢火蟲 其實螢火蟲 其中一個小吃的原因就是 它的GDP 受到文化發言大量欣賞 所以說像是國族綠網 能夠把那個分散的那些意義 把它串連起來的話 其實對螢火蟲 不一樣是要直接這邊注意 螢火蟲它是一個生態指標 然後又可以當作一個觀光資源 一旦綠網呈現的時候 其實不只螢火蟲 以前我們在南部做的一個 實驗程序之後 我發覺到 在一個環境 從零到有要變成有螢火蟲的時候 過程中 已經有很多其他生命會先產生 當你把濕地水域把它形成的時候 第一個進來就是蜻蜓 青蛙 然後植被在捕進去的時候 蝴蝶就進來了 所以開始一些天地就跟著進來了 所以他剛剛講到說 為什麼大家可以有這麼多長蟻 這種老蟻它要吃肉的 代表裡面有肉可以給它吃 就是在那個生態池子做出來之後 慢慢形成很多樣的生物 其實目標是螢火蟲 螢火蟲只是 我曾經在培股 我看到非常漂亮的這個 螢火蟲的這個情況 除了培股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 東部地區 常是投層農場 中部常是氣氛屋下村 會投層農場 南部的話 阿里山森林二區 高雄的大樹區 農屋這裡 這邊都有豐富的 雲海人區 花蓮地區 大龍大部 蓮地森林園區 一般我們在看一火蟲 是西家代券 一群人去看一火蟲對不對 那我有時候會建議說 你就乾脆不要走 走到一段時間 就適當的地方 你就停下來 坐下來 你知道嗎 當你去站著在看螢火蟲 是你去看螢火蟲 但是當你坐下來的時候 會變螢火蟲來看你 因為嗓銀為什麼到後來 會變成這樣很多人在推 讀回去的人從大老遠 跑到你這邊看螢火蟲 他下午就要來 不然他路不熟 所以這個時候會產生一個 這麼遠跑過來 搞不好還在住宿 所以這變成資源 要讓一般的民眾知道 你螢火蟲多的時候 你遊客會來 這個時候就很多人就保護螢火蟲 你如果把人家去過去那個地方 螢火蟲可能就會嚇死啊 這個資源不壞 他其實在過去我沒看到 很多的光芒蟲的到的地方 大概都會通過這樣 早前啊 也就是在這種散移 他沒有受到有一個 兩種規範跟管制的時候啊 沒錯 很多遊客的不當情為 直接摧毀螢火蟲 包含氣體 其他個人的感受 像10幾年下來 不管是陳先生 或者說還有我其他學長 學長 學長姐 第一個在螢火蟲的環境教育上 你一直有在陸續 然後再來第二點 比較關鍵的 則是說 螢火蟲它其實真的爬的是光 它到處還怕聲音 因為原因是它沒有人多 所以說 觀光過程中產生的聲險 並不會影響到螢火蟲 但是 有一種情況會影響到螢火蟲 就是如果遊客 每個人都手拿一個手電筒 然後或者說要照顧 螢火蟲一樣 這個過程絕對會把螢火蟲 感到比較有的地方 所以說現在比較良好的 螢火蟲的觀察模式 都是要 導覽人員 帶著民眾去看螢火蟲 那事實上發展到現在 民眾一般都可以 就是這個導覽人 本身是要收費 而非免費 這件事情 有一個導覽人在那待著 有獨立螢火蟲行為 你會被制製 另外再搭配上 要進民眾的樣子 所以我們是用這種方式 來達到就是 可以發展一下螢火蟲的 神態雨流以及木桶法律 兩者互相變形 對 如果我晚上去看螢火蟲 我總要總看到螢火蟲 事實上我們在選擇那個 要在觀光客走的那個 賞魚步道的計畫 我們會特別選過 好走的地方 要有相對應的輔助車輯 我們在步道兩旁 七零光漆 或者是反光的東西 靠自然的流向月光照亮 反光的方式讓遊客知道 你現在走在什麼樣情況的路面上 用這種方式來保護遊客的安全 你說看的是自然就是美 如果沒有知識就一定要有常識 如果沒有常識 上個網就看到不經過